今天不养生,明天养医生 大家好,这里是养之道 我是你们的朋友阿芝 老刘今年72岁 他的老伴67岁 老两口相知相伴将近50载 可从夏天开始 他老伴的膝关节就开始疼痛难忍 老刘因此忧心不已 几个月以后 老伴的病情更加严重 外出三里路不能走回 去医院就医后 确诊为骨质增生 很多人都说这个病难治 当时老伴的思想压力很大 在医院的时候 老刘遇到一友人 推荐个偏方 因为材料天然 就给老伴使用了几次 没想到竟然痊愈了 隔一年 老伴另一系统 马上去医院拍片确诊 仍为骨质增生 又用此方 二十多天得到了缓解 什么偏方如此厉害 骨质疏松 真的在危害老年人生命吗 一 缺钙会引起哪些骨骼疾病 钙是构成人体骨骼和牙齿的主要成分 还具有许多其他的重要功能 是人体必须的元素 钙的充足与否 关系着人体健康 缺钙会引起许多疾病 骨骼疾病是这些疾病里最常见 也是最严重的 儿童和青少年缺钙 会导致骨骼发育迟缓 会引起鸡胸 软骨病等疾病 成年人缺钙会让骨密度下降 会容易诱发骨质疏松 骨骨头坏死等骨骼疾病 二 骨质疏松的症状 一 腰背酸疼 骨质疏松的患者容易出现全身骨痛的情况 也就是没有固定点的疼痛 这是因为骨质变脆弱 承受不住体重 腰背酸疼就是十分常见的骨痛症状 有80%的骨质疏松患者 有腰背酸疼的情况 二 容易乏力 骨质差的中老年人很容易产生劳累感 走一段时间或者稍微劳作一会儿 就会觉得全身劳累 也就是进行简单劳动 就会有明显的劳累感 负重能力也会出现明显的下降 三 变矮 驼背 老年人身高变矮 其实和骨质疏松有着很大的关系 骨质疏松会导致腰椎的支撑力下降 因此就很容易出现驼背 变矮的情况 严重的驼背会妨碍肺脏与心腹的正常功能 比如呼吸不畅 消化不良等 钙是人体重要元素 可以促进骨骼发育强壮 使牙齿坚固 骨骼作为人体的基础和支撑 骨骼中的钙元素也会逐渐流失 从而出现各种骨骼类的疾病 骨密度的降低是必然的事情 但是不能放任 骨骼的健康程度与老年生活的舒适度是相关联的 所以尽早关注骨骼健康 也就能让自己过得更舒服 三 胡萝卜加杏仁 等于补钙神器 杏仁50克 用纹火炒至略有黑黄斑点即可 胡萝卜一根 用火烧熟 最好是皮下焦黄 注意不能用明火烧 要使用明火着过以后 剩下的灰火烧熟 上述两物备妥后 放蒜旧内倒成泥 敷换处 覆盖面要大些 外以绷带扎牢 一昼夜换一次 直到骨质增生治愈为止 此方中的胡萝卜 所含的胡萝卜素 可清除体内的自由基 延缓衰老 另外 其所含的B族维生素和维生素C等营养成分 有预防骨质疏 抗衰老的作用 目前骨质疏疏疏疏疏 已各种常见病的第七位 随着人们生活水平的提高 和人口老龄化的发展趋势 防止骨质疏疏疏疏疏 成为人们普遍关心的问题 老年人应该有选择的 避免摄入某些食物 以及多吃一些食物 4.哪些食物会跟骨头抢钙 1.骨头汤 骨头汤是很多人心中最补钙的食物 其实不然 骨头汤一点也不补钙 骨头里的钙是以磷酸盐的形式存在 不会溶于汤中 骨头汤里最多的物质是脂肪 喝再多的骨头汤也不补钙 只会发胖 2.豆浆 大家知道牛奶是补钙的 豆浆和牛奶看似差不多 但实际上豆浆并没有补钙的功效 成年人每天需要摄入800毫克的钙 而300毫升的豆浆当中 仅有15毫克的钙 远远不如牛奶 因此光靠喝豆浆补钙是无法做到的 3.奶片 奶片是一种零食 是一种内蒙特色食品 是以鲜乳或者乳粉为主要原料 添加适当的辅料 制成的片状乳制品 虽然奶片是由牛乳制成 但含钙量不高 想要靠奶片补钙 每天需要吃100片 想想就不现实 一片奶片给人体提供的钙量 简直是北水车心 不是补钙食物 4.虾米 很多人喜欢用虾皮来熬粥 认为虾皮粥最补钙 虾皮当中含有很多的钙 100克虾皮当中含有990毫克的钙 但是含钙量高 并不意味着补钙 虾米当中的盐量过高 在烹饪时不会放太多虾米 人们吃进去的虾米不多 自然吃进去的钙也不多 5.真正补钙的食物是哪些 国际股质疏松基金会建议 成年人每天至少要摄入 800到1000毫克的钙 国民人均每天摄入的钙 只有339毫克 远远低于800毫克 与标准相差巨大 这样很容易导致人体缺钙 诱发许多疾病 真正补钙的食物和人们想象中 会补钙的食物有一定的差异 快来了解 1.牛奶 牛奶最补钙 每100毫升牛奶当中 就有104毫克的钙 而且牛奶当中的钙属于乳酸钙 吸收率很高 是公认的最佳的补钙食物 每天喝300毫升的牛奶 是需要养成的好的补钙习惯 2.绿色蔬菜 绿叶菜也是能够补钙的 比如小油菜 每100克的小油菜 就有108毫克的钙 跟牛奶的含钙量差不多 而且绿色蔬菜 还含有丰富的维生素等营养物质 热量低 不用担心发胖 可以大量的食用 3.除豆浆以外的豆制品 虽然豆浆的含钙量比较低 但是豆腐 豆干等豆制品 含钙量很客观 用黄豆做的豆皮 豆干和豆腐 在制作过程中去除了一部分脂酸 提高了钙的吸收率 4.海鲜 在肉类食物当中 海鲜是最补钙的 一般鱼肉当中的含钙量 100克鱼肉有150毫克的钙 带壳的海鲜含钙量比鱼肉还要高 而且海鲜当中的钙 是容易被人体吸收的钙 6.老年人补钙需注意 1.钙和维生素D一起补 对中老年人而言 在补钙的过程中 不要单纯地补钙 一定要和维生素D一起补 否则会影响对钙元素的吸收 会影响骨骼对钙的合成速度 因此在日常补钙中 通过口服维生素D和阳光照射的方式 能增加身体中维生素D的含量 从而能增加对钙的吸收和转化 2.身体锻炼也要注意 对每个中老年人而言 在补钙之余 如果要想使骨骼更强健 使晚年的生活变得更有质量 一定要坚持锻炼身体 这是非常关键和重要的环节 即使锻炼身体能促进对钙质的吸收 使钙质更好的沉淀在骨骼中 从而使骨骼变得更加强健 避免钙在血液中处于游离的状态 随着身体的代谢处于流失的情况 只有通过合理有效的运动 才能使身体中的钙元素含量逐渐增加 虽然骨质疏松症是一种老年病 但要预防则因从年轻时开始 因为骨质疏松症的成因是钙的流失 所以只要年轻时骨骼中钙质含量丰富 骨骼强健 便可有效地防止骨质疏松症 只有在青少年阶段储备足够多的骨质 才能减慢或减轻年老时骨质疏松的程度 所以在青少年阶段就应该关注骨骼健康 储备更多的骨料 好了 以上就是今天的全部内容 如果你也喜欢这个视频 并且让你深有感触 可以分享给身边的人哦 那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欢迎订阅